嗨,大家好 想和大家分享一個見證 其實在大約2010年的時候 2010年11月 我那時也是讀中六 那天我下午來的 我就放學,回家 因為我住在大廈十幾年 從小到大都沒有太多意識 那天我去開大堂門口的大閘 然後那個男人就跟進去 我也沒有回意 然後跟他進了同一部升降機 我也同樣沒有回意 甚至乎,當我出升降機的時候 他跟我一起出升降機 我也一樣沒有回意 因為真的沒有什麼意識 是直至去到我去 因為我是住公共屋邨 是兩個Y字形 當我們出升降機之後走這邊 然後進入這個Y字的時候 我發現他跟我一樣要跟我進去這裡 我就開始害怕了 因為通常一條河不得很護人 但是我沒有見過這個人的 當我準備跑回家的時候 那個男人突然很快就衝上前 就在我後面用他的手 這樣掩著我 然後另一隻手就開始上下其手飛來我 其實那時候 因為我知道我媽媽在家 我就大叫媽媽 但是很可惜我媽媽聽不到 就是沒有人開門給我 然後我一直都在掙扎 他一直都在上下其手飛來我 我很記得當時我是 因為旁邊是兩磅牆 然後這裡是一個走火通道 是後門 那 我就不斷地拍那些牆 但是我也不夠那個男人去大力 然後他就 他就 他最後把我拉進去後門 這樣 拉進去後樓梯那裡 其實我那時候真的很害怕 然後 因為我真的很害怕 通常你們知道 看電影去到這些位置的時候 真的 可能都被人強姦 所以我還要拖過去後樓梯 很記得當時那個男人 一直在我後面 他用他的身體貼著我 貼著我 然後他的手就飛來我 那 我就不斷地大叫 但是很可惜 沒有人聽到 然後 甚至去到一個位置 突然之間 我感覺到 那個男人脆弱 我真的很厲害 然後 沒多久 我的校服裙 我感覺到十種 雖然 以前 都不懂這些 但是 那一刻 我知道那個男人 在我的裙子上射精 然後 其實 對我來說 我覺得很大的侮辱 我那時候 我去想 唉 就是 那種的 那種的 那種的髒 是很難用言語去形容 然後 當那個男人經常爭取 我更加緊 然後 但是 因為是經常看得到 然後 我就 很冷靜 我就很兇地和那個男人說 其實那時候大家掙扎 一起掉到地下 那我就跟那個男人說 你再不走 我就報警 那個男人 就 就 走後樓梯 就馬上走了 那 那 其實 我 那一次 我 整個頭髮都亂了 鞋子又脫了 這樣 走出後樓梯的時候 然後 由後樓梯 然後 走直 走回家 媽媽開門 才發現那個是自己的女兒 她以為剛才那些 的草草 是那些小朋友在玩 那 我就很記得 我是一路震一路走回家 一路震一路走回家 當我回到家的時候 我媽媽一關門 我跪在地上 哭了很久 其實我那時候 已經 我又回教會 甚至乎 又是在教會上 開始有副師 但是 在我走回家那段時間 我跪到哭 那段時間 我真的問過耶穌的問題 為什麼是 我哭 但是 我沒有埋怨過 不知為什麼 我自己也很難離間 因為那次沒有埋怨過 但是我這樣 我就是問 為什麼會是我 然後 媽媽就報警 有一些 Madam 阿Sir 就上來下班 然後就送去警局 然後 那時候上警車的時候 我真的 什麼都沒有帶 我只是 拿了一本聖經 我當時也有打電話 我不是打電話給哪一個朋友 我送負面打電話給我當時的男朋友 而是我打給我當時的家務 即是我的領袖 他就是那個傳道人 我跟他說 我發生了這件事 他說我祈禱 其實我很清楚之後 我打給他 不是因為我想得罪 由他以來的 言而上的安慰 而是 我是很想藉著 他說我去討告 得罪重慎人的安慰 然後我就 拿著一本聖經 因為 剛才我都說過 那一刻的心情 可能 或者 香港 或者這個世界各地 都有很多的女生 有遇過我們自己的情況 都很遇過被人飛來 甚至可能是強姦 如果你們有聖經來說的話 其實可能你們都會很明白 這些心情 是你最愛的人 或者最愛你的人 都不會明白 但是那一刻 真的只有神 才能夠安慰你 然後 我還記得 下完頭工回家 然後 我跟男朋友說電話 然後 一邊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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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自己很髒 覺得 很不配 很不配 因為我覺得 我的身體 被另一個男人 去碰過 我覺得 為什麼會這樣 真的接受不到 然後 甚至 因為在我從前的世界中 是很 是很童話的 我覺得 這個世界 其實是很多很多好人的 除了可能 報紙所賣的 強姦 或者打劫 但我覺得 我是不會遇到壞人的 但是 自從那一天之後 我的價值觀 不同了 我 很記得 剛剛 這件事發生了之後 那個人 又沒有抓到 飛利我那個人 又沒有抓到 然後 我媽媽 在大堂 接我 陪我上 坐升降機 陪我回家 這段時間 都維持了 三個月 去到後來 就算他沒有陪我 但是也一定要打理我 給他 去開報告示 這樣 而我自己的價值觀 就是 甚至乎我公司 在學校 可能自己一個人 走樓梯 因為讀醫科 很多時候 可能要幫老師 去做很多事情 不會在很多人的時候 走樓梯 可能是很少人的時候 我連在那些位 總之在沒有人的地方 我就會覺得 一定有個人 會突然出來 甚至乎在學校 我也可能會被人擠禮 我也會覺得 外出外 除了我認識的人 我所有不認識的人 都是壞人 然後我又試過 因為那一刻 他突然衝向前 然後他撐著我 那一刻 那一刻的動作 對我來說很大陰影 我試過在商場 我逛街 然後 我逛街 其實商場的店鋪 是在旁邊 我在中間的這條行 走樓梯 其實那時候 也有很多人 但是 有時候 人們走樓梯 會突然急步 或者要跑 我很記得 那時候我走 自己一個走 然後 突然間 有一個人 在後面 我聽到聲音 突然很急步 因為那幾下 走得很快的聲音 而且這一下的動作 是很大的陰影 我突然聽到 有一個人 就很急步 可以走 然後 我正直線走 我好像瘋了 我一下就這樣跳 跳到別人的店鋪門口 真的好像瘋了 我沒有想過 心理的陰影會這麼大 真的充斥了很多很多的恐懼 其實那時候的家務 有問過我 需不需要去 需要不需要去 和我做內藏醫治 我那時候就說 不用了 可以了 我以為 都是時間醫治相同 我以為是這樣 都是這一句 所以 沒有 那時候 我那時候 自從發生這件事之後 我就 帶了一個 防浪器 其實是一個鬆弛熊 就是卡通的樣子 就掛在書房裡 就是 人家 未必是個個都知道 防浪器 可能以為是一些公仔 但我的同學 不知道 大部分都不知道 有發生什麼事 平時大家都一起玩 所以 他就看到 有個公仔 有一條繩 這樣就貪不易 在那邊拔 但一拔 他就會很吵很吵 你要拆開它 才可以 停止你的聲音 每一次 那些一拔 的時候 他們真的有防浪器 其實有很多 他們真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真的沒有怪過他們 但他們 當場下不斷地說 蛤? 你不是以為自己會被人非禮嗎? 你以為誰會強姦你? 為何你帶這種東西? 因為 平時我是一個 比較玩得的人 所以 他們知道我不會生氣 但他們真的不知道我發生這件事 但是 很大的傷害 因為他們每次說 這一句心話符 那個鬆弛熊 每次一響的時候 我覺得對我來說 是一個侮辱 是一個很大的侮辱 然後 後來 跟第三個男朋友分開的時候 這些恐懼其實都一直在 到第四個男朋友出現 他都知道我發生這些事 甚至他都見過我 因為我也是肯定會和我走走 無故自己彈不走走的境皆 這些後遺症 我記得那次他對我說 我不需要再擔心這些事 發生 沒有拔亂讓自己會 都會去保護我 不會再有人可以碰到我 但是到了最後 我跟這個男生分開了 而且他有第三個分開 其實他這句說話是很深的樂印在我心裡 因為那時候的我 我會覺得很無助 我會去想 你說保護我 但是你又離開我 所以有很大的傷疼 但是我真的很感恩 首先 我從前避開了那些恐懼 我以為已經醫治了 神醫治了 時間一定會醫治的 但是我今年去到訪行成會當中 在大聖殿裡面 我那時候神力真的光自我 然後我發現原來我的恐懼是完全未清 以至於很多時候都有很多恐懼 所以我會有時會怕到我呼吸很困難 但是神力就是當時去醫治我 我記得去到訪行成會七天六夜 然後到最後一天 最後一個聚會 那時候是智雄不經牧師主令的聚會 大家都去求 石靈聰會者求得醫治 然後我就不理了 很信心了 求了 然後就跟神說這些恐懼 我都交給他 就是在那一刻很奇妙 神的平安就是充滿我 這些恐懼都沒有了 並且那種的平安是由心裡湧流出來的 我從中小開始蝶子 去到我中七考完高考之後去訪行 當中我離開的教會兩次 吞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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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年多 即是所謂兩年多的基督徒 但是我從來沒有感受過原來會這麼平安 原來做一個教徒 有神的保護 是多麼好 當神的平安臨到你身上的時候 你都發現 真的 真的全頭還了我 他的平安真是全頭還了我 是你有多少的朋友 你有多少人親 你有多少人愛 都給不到這種平安 我真的很感人 然後大家也有一點好感 就是因為我試過被人非禮 這個對方的男朋友 第四個男朋友 他曾經成為了保護我 但到最後我曾經跟他 所謂年少時愛得光年 但是到最後是第三者 因為是一個第三者的心 那時候我就發現 人的心 話變成變 其實我跟這個男生都分開了年紀 就是我跟這個男生的關係 他所說過的說話 那些承諾 原來是令我很大傷害 因為那個時候 跟這個男生分開之後 我試過十天沒有吃飯飯 十天就能吃到十磅了 然後我為了他哭了 哭了整四個月 因為是八月分手 所以我哭到十二月尾 那時候我跟陳檔說 我不想再為這個男生哭了 然後我就… 但我知道其實是誰了 又是那句 時間一定會醫治到我想哭 總之我就覺得很厭煩 我不想再哭 後來就沒有再哭了 但是呢 陳看回我就是 原來這件事他還沒醫治 我真的很感恩 陳到2012年的十二月三十號 都還在搞龍眼怪的生命 都還在醫治我 我真的很感恩 因為在一個月之前 我在報道裡面 我發現這件事是需要給醫治我 然後我就… 那時候我就知道要好好預備 要好好預備這件事 我自己也有為了這件事 去感惜祈禱 那麼 我沒有想過 真的沒有想過 我很感謝主 我感謝主參加他的牧人與牧師禮物 我真的沒有想過 本身來到這個營業的時候 就是打算服侍 但是我都希望… 即是…我都希望得到醫治 但是呢 陳在第一晚 就是在Session 1的時候 就是醫治我 從前我在這些聚會裡面 我看到一些人 給我的靈去充滿我 然後就笑了一點點 然後就笑了 其實我本身是一個很開朗的人 我人前人後都應該是一個很開朗的人 但是我真的沒有試過 被聖靈充滿的時候 真的起落的靈去想到 就是… 因為我覺得很奇怪 為甚麼他會笑 但是我沒有試過笑 怎樣的… 但是呢 在昨天裡面 其實…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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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另外再一次去看這些的憂傷 因為昨天呢 當義務斯一位我去… 去案室企圖的時候呢 純粹馬上給回… 其中一個呢 是… 我跟這個男生的關係片 其中一個最受傷害的畫面 就是呢 那時候我跟他已經分手了 但是我還是很愛這個男生 我跟他坐在樓下的椅子上 即是我家樓下的椅子上 就跟他說回 剛剛跟他分手的時候 我有多麼愛上 曾經坐在這張椅子上 還哭過甚麼甚麼 然後我開始哭了 突然之間呢 那個男生呢 收到一個WhatsApp 就說 我要走了 我女朋友在前面等著我 然後我很記得那時候呢 我是… 發瘋地跟他說 好像做DVK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情緒波浪是這麼大 我就跟他說 你走吧 那你走吧 因為真的 是一直哭 那時候呢 還要是我 十八歲生日的前一晚 所以真的… 在這一輩子都很記得 那時候就給我這個畫面看了 然後… 那些哀傷立即湧出來 其實真的年紀都沒有再試過為這個男生 為了以前的事情去哭 但是… 昨天呢就是… 去看回… 突然間扶 那個畫面出來的時候 就是不斷地去釋放 很多的不開心 那呢… 然後就哭了很久很久很久了 然後呢… 後來呢… 哭了很久很久了 然後呢… 然後呢… 其實… 是… 我覺得的過程是… 由很大的憂傷 看到… 就是在耶穌裡面很憑肝 然後呢… 然後呢… 哇… 真的是氣落的你衝和我… 然後呢… 我真的沒有試過… 很感激 真的是氣落的你衝和我 就是… 是… 那種笑是… 哇… 就是… 為什麼耶穌這麼好呢? 就是… 以前呢… 那種… 就是以前也會知道耶穌真的很好 耶穌很餓 那呢… 嗯… 但是呢… 每當呢… 就是… 真的沒有試過這麼久 因為是不斷地流淚的 可能當中有很多的哀傷 有很多的憂傷未處理 而至於童年真的會… 我是哭得很厲害很厲害 就是每一次… 如果真的去食堂就哭得超厲害 但是… 哈… 但是很感謝主 他又讓我… 最愛出去經歷他當面 啊… 自從經歷了訪行成會 那份的平安去充滿我 現在呢 甚至是在我經歷 啊… 神的喜樂 就是在我身上 所以呢 真的很想去… 鼓勵… 可能… 真的有… 一些的姐妹 或者有微信主的朋友 可能以前呢 都經歷過 非禮或者是生物服 被人強姦被性侵犯 但是呢… 其實… 總而是這樣呢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我剛才一開始說的時候 我沒有埋怨過 但是我只是問過 神… 為什麼是我 呃… 但是呢… 呃… 神呢在我被人飛去之後 呃… 一段時間呢 他就跟我說 他在那個位呢 就是我做了福記主 呃… 但是呢 我真的很感恩 因為呢… 很確實實是呢 今天神呢 是完全完全呢 將這件事 可能呢 有很多的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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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的人都會覺得 這些事情呢 是… 是… 是很… 很差的 即是怎樣都不要讓我遇到 但是呢 今天呢 我真的很感謝主 我可以… 呃… 這麼大這麼大去 經歷他自己的愛 呃… 所以呢 真的很想祝福你們 不需要呢 呃… 呃… 再去憂愁 或者去怕 被人笑 還是怎樣 呃… 呃… 他深信呢 在耶稣裡面呢 真的沒有用 再有祝福 呃… 只要呢 我們的心呢 真是願意去闖開 給一些神呢 去進入我們的生命的時候呢 神呢 不只是單單要宴折我們 甚至乎呢 要將我們的生命呢 可以去祝福呢 更多更多的人 所以呢 我真是很感謝主 Thank you 奉耶穌的名 哈利路日 主啊 願祢的靈降在我們身上 奉耶穌基督的性命 更生我們 是… 奉耶穌基督的性命 與我們同在 大大的更生我們 奉耶穌的性命 賜給我們極大的喜樂平安